DNF首要狂战士最强技能加点 为什么你的狂战爬不动塔打团没伤害 那并不是因为装备不行 很有可能是因为技能没完全点对 看完这期视频 保证能让你的技能伤害做到最大化 我们先来说无黑钻版的 如果没有黑钻是不会缺点数的 缺点在于伤害的上限会比较低 因为封顶之后就不能接着点了 好 我们打开技能页面 第一页我们必点的三个技能是 物理暴击 绷扇机和鬼影剑 全部点满 其他技能都可以不点 很多朋友可能会纠结要不要点这个十字光刃啊 这里我的建议是不要点 因为十字光刃有一个很明显的B端 那就是输出很慢 而且冷却也比较长 要一直点才能打满伤害 不够干脆利落 这就使得他不如我们新手学的技能鬼斩 因为鬼斩两段伤害且自带暗数性 在我们狂战转折后点出狂气鬼影剑 就可以把鬼斩转化成物理伤害 输出平滑范围大还有额外的伤害 虽然鬼斩伤害只有十字转打满的一半 但是他干净利落 而且出伤很快 在我打47层的攻略时 鬼斩也经常会有亮眼的表现 好 我们继续 这个空之连人是可以点的 其他几个格挡连终刺就没有必要了 然后狂战士被动 我们基本能满的都满上 除了这个 这个技能点了 队友就不能给你回血了 如果你这样硬要控血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boss给秒了 所以不太建议点 然后这里 毁灭抗拒和暴走 我们都是要点满的 先说一下毁灭抗拒 这是一招续航神技 回血又加防 非常的舒服 爬塔是必备的 打一些高难图的时候 建议也带一个 可以提升容错 暴走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是狂战的灵魂技能 加力量 加移速 加攻速 免控 加硬值 而且持续时间还是无限的 如果不点满暴走 那你狂战真别玩了 至于这个捕梦之手 可以只点一级 他输出不是很灵活 手有板又不加力量 所以点不点都随意了 后面的所有技能 一律点满 这样就OK了 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愤怒技能 这招按住会持续掉血 一般我们点一下就可以 冷却好了就要用 他的效果很霸道 可以强化三个大招的伤害 但注意 一定要先给敌人造成创伤效果 然后再放大招 然后特性技能点 推荐四个大招 各点一击 如果你剩了一点TP 就点给绷杀机 下面我们来讲 黑钻加点 侦探这里 真心推荐开黑钻 因为他可以学习 比自身高五级的技能 包括一级觉醒大招 两级觉醒被动 至少提升10%伤害 另外这个黑钻 也是可以用QB白嫖的 但是不强求 我们灵克 依然有灵克的快乐 好 下面来看黑钻版 黑钻第一页的思路 还是和之前一致的 手游因为可以后跳跑图 所以也可以不点三段斩 补梦之手这里 我们可以绝点七级或者一级 因为这个技能不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把它的点数 拿给其他大技能 然后后面的技能 我们就可以全部点满 尤其是觉醒的被动 可以大幅的增加 我们的攻击力和暴击率 如果不开黑钻 只能点两级 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最后来分享一下 我的键位设置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截图保存 箭头这个位置 可以换成任意你喜欢的技能 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 无论是手感还是伤害 都会有飞跃级的提升 最后希望本期内容 能够帮助大家 我是侦探 DNF十年资深玩家 红眼导师期待你的观众 优优独播放